来各位观众我们来观战一把目前S1的速伞啊 胜率89.66的速伞 89.66 怎么这么高啊 这个速伞 看一下啊 这把的话魔术 完了 这局想都不用想 速伞稳赢板嘛 大侠在对面呀 这铁的事实 我观战的大侠不下五把了 他连评好像都没评过 大侠挑战S1速伞 而且这套阵容说实话真没法打速伞 就是 这个游戏只要凑齐了我在观战 大侠在对面 就速伞就上分 对面的监管者就上分 也不知道为什么 有的时候就是有这么的机缘巧合 就是这么的玄幻 我觉得 这局想都不用想了 我们来写写剧本吧 这局的话呢 求人者这边要真胜啊 他们得是在开门战的时候 为律师以及魔术师 留有两个道具 作曲家的话 其实你别说 作曲家那波加速 在开门战打速伞 速伞没有闪现 真击倒不了他 但是作曲家 倒不了 不代表你魔术师和律师倒不了 对不对 我即便是四人开门战 我手里有 没有闪的情况下 直接闪现 杀猪 知道你刚下猪 对吧 你现在没有猪 这边杀猪 然后做防守 穷者这边的话 外面三个人来救人 不稳 这个位置野人 那这波又上猪 可能要外面去抓其他人了 因为第二刀打不中 这边的话来找大侠 看上去好像穷者 在律师的抱点下呢 穷者这边做的 还是非常不错的 没有给到任何的机会 但我觉得不用怕 这个局真没法打 因为求者这套阵容打 速伞就打不了 再加上 又有我 又有大侠 还是多抓局 看一下 这边的话 速伞前期 节奏 节奏 不是特别好 魔术师这边的话 扛住了 野人状态也补起来 目前来看呢 穷者这边的一个 前期的第一波 或者说第一波到第二波 因为他抓了两波人嘛 抓了一波野人 抓了一波魔术师 都没有取得一些节奏点 这就是四黑啊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顶尖四黑 在配有一个 律师的爆点的情况下 真的 我们可以感觉到 这边速伞 真的没什么机会 真的没什么机会 能够让你抓到机会的 你看就野人 对吧 那就看开门战了 我觉得这个局 应该是能有机会 看到开门战了 现在的话 这边再抓野人 野人这边加速起来 以后得看下一个摇灵 得看下一个摇灵 这个摇灵 目前来感觉都跟不上 野人这波拉开 速伞似乎是要通过 击倒野人 做一波救不下来的防守 来打一个翻盘 一个妖灵 好的 那就看这波防守了 速伞的真胜 速伞的第一次真胜点来了 这波防守能防下来 直接拉满 直接翻盘 这波如果说救得下来 并且野人能够上猪 那么我们速伞这边的话 还有下一波 就是开门战 就对于速伞来讲呢 哎呦 这波 大侠把人给掏了 坏呀 这还 突然 我们来算一下密码机啊 目前来看一下 穷者的密码机的话 有两台在修的 这两台应该是拦不住 也就是对于速伞来讲呢 他 他其实控场也没有什么特别要控的东西 这边的话 一刀带走 因为他这边要消耗的 东西好像不多 魔术师的魔术棒呢 只剩一根了 野人的猪呢 也上了几次了 他能消耗的还真不多 可能剩下的就是去找找机会 能不能打一些上挂次数 能不能把这个薄命消耗掉 能不能打出一个 上挂飞的 或者说打出一个教自己的这种节奏点 这一波魔术师摇下来 律师来帮忙扛刀 一刀侧刀 没打中 打一刀律师 律师刚好手柳根针 算一下 他这边想压这台遗产机的话 其实穷者的要注意到没有 穷者这边外面两台机 穷者本身就已经多修了 速伞这边丢伞 诶不对啊 这个局私人开门战 那要看道具 看道具 翻道具 我觉得这边需要翻一波道具 野人的薄命还留着 速伞有闪现 二阶速伞 开门战 难道要让大侠以目前来看 如果这个局你交给我 让我现在来判断 我可以很负责的讲 我觉得速伞依然有翻盘的能力 而且他的翻盘不仅限于保平 甚至有可能多抓 当然他如果说能有个 比如说 能有个什么呢 能有一个上化飞的节奏点 就更好了 机子是压好了 机子是压好了 这闪现交不出来的 丢伞也交不出来 丢伞也交不出来 速伞这边 应该是要 留摇铃 对 留摇铃 留摇铃 留闪现 这边 魔术师已经贴上门 丢伞 这边的话通过了 但是 我刚刚给他讲了 这个 作曲家 你别说 他还真的 没有那么的怕 你速伞 当然这边的话 一波吸魂 并且没有一个交互点 而且被吸魂吸中呢 没有办法交互 门开了 野人这边也在点门 77 分析了半天 求者从头到尾 一个机会没给到 打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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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在等待求者 给一波机会 但求者一个机会都没给 打得好